在对爱奥华州选举结果有信心的人中,有一位新进入全国政治舞台的人,他就是前伊尼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,不抵及格。 我们知道,当一切尘埃落定,爱奥华州,你震惊了全国,因为所有的迹象都显示,我们将带着胜利前往新汉姆什尔州。 弗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期待得到有利的结果,他四年前在爱奥华州以微弱差距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。 今天标志着特朗普结束的开始,所有这些仇恨,所有这些分裂将结束,团结起来,我们挺进白宫。 前副总统乔拜登经常被视为在全国领先,他已经在展望下周的新汉姆什尔州初选。 我们将带着我们赢得的代表的支持离开这里,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,但我们感觉现在的状况很好,向新汉姆什尔进发。 另一位在寻找在新汉姆什尔州领先势头的参选人,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·沃伦。 当我们团结在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周围,促进正义,把机会扩展向所有人时,我们将永远是一个更强大的政党和更强大的国家。 沃伦、桑德斯和明尼苏大州参议员埃米·克罗布查尔最近几周的竞选活动受到影响,他们正在参加参议院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。 即使在参选人拥挤的角逐场上,甚至在广受观众的特朗普弹劾听证会,在过去两周一直把我拴在我的参议院办公桌上的情况下,我们仍然继续战斗,你们一直在为我而战。 在爱尔华州各地,大量民主党人参加地方党团会议,并排队等待自己选择的参选人。 现在,参选人将前往新汉布什尔州参加下周二的初选。 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。